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早上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19年10月9号星期三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我是佳元 今天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NBA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的一条短短推文 引发中国各方的强烈反响 这到底是主权问题还是言论自由问题 中国又发生学生举报老师的事情 这次是发生在中央民族大学 这一现象揭示了哪些社会原因 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在即 特朗普警告香港问题可能影响双方的贸易协议 香港传出可能兴建反恐警察训练基地 这一消息让人联想到新疆的政治再教育营 蔡英文强调两岸关系不是好坏的问题 而是国家利益的问题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美国NBA球会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社交网站贴文 表态支持香港示威的风波持续扩大 继多家中国企业抵制火箭队后 中国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星期二发表声明 宣布立即暂停NBA赛事转播安排 中国外交部也回应该事件 强调跟中方开展交流合作 必须了解中国民意 请听本台记者高峰的报道 休斯顿火箭总经理莫雷 早前在社交网站贴文 支持香港示威触发风波后 NBA总裁阿当施华 星期一在日本承认 事件对NBA造成经济影响 但NBA作为价值主导的机构 言论自由等核心价值 已成为NBA的一部分 他支持莫雷行使言论及政治表态的自由 同时也认为中国政府和商界 有权回应莫雷的言论 到了星期二 阿当施华发表措辞更强硬的声明 表示支持多元是NBA的成功基础 这才能求同存异 尊重彼此的不同价值观 他强调NBA不会裁定价值观的高低 绝对不会 也无法指示球员 员工或老板闭嘴 阿当施华表态后 央视体育频道 星期二发声明 对他的讲法表示强烈不满 认为任何挑战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 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频道决定暂停转播NBA在中国举行的季前赛 并立即排查涉及NBA的一切合作交流 在北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星期二被记者问到 中方是否利用影响力妨碍言论自由 耿爽表示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已经就火箭队有关人士的言论 向对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蓝鞋以及火箭的中方合作伙伴 也相继发表声明 中方立场已非常清楚 中方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了 另外我建议你去关注一下 普通中国民众对此事的反应和他们的态度 跟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 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是行不通的 莫雷早前在网上引用香港反修例示威的口号 支持香港民众引起中国不满 多家中国赞助商终止与火箭合作 莫雷事后删除有关贴文 并强调自己只是表达对一起复杂事件的看法 无意冒犯中国球迷 广州体育学院教授张孝平却指出 莫雷的贴文超越了言论自由底线 我不是赞同 就是说体育 这个体育 体育跟政治没关系 实际上体育的本身就是政治 最大的政治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 如果在谈话中间涉及到国家的主权 涉及到民族的尊严的话 这是作为中国人 作为球迷 和作为你们记者来说 我看谁也不会容忍的 他认为事情越闹越大 也和莫雷的身份有关 因为他是总经理 在某种程度可以说代表了他这个球队的 基本的严义 如果他是一般球员 那是定当别人 但作为他是一个总经理的话 他是对这个俱乐部要负责的 他在俱乐部是举出轻重的 尽管说他是代表个人 但是不完全是这样 香港时事评论员桑普确认为 中国当局为言论自由化解相当可笑 只要违反他 冲击到国家主权跟核心利益的事情 就是等于这个没有言论自由 这个等于说根本就从来没有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不可以说打折扣的 他说火箭事件为外资企业和海外媒体 敲响了警号 你在香港也看到很多美国跟欧洲资金也撤出 所以这个情况会一直下去的话 会形成说要么你就是要在中国做生意 要么你就在非中国的地区 全世界这么大 你做生意 非常类似于当年 就是纳粹德国 甚至那个军国主义的日本时期的情况 桑普表示这场风波反映中美两国已陷入没有炮火的冷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 香港报道 美国NBA篮球联赛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支持香港的推文 犹如在紧张的中美关系中投下了一枚金蛋 激起了渲染大波 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进一步走向了价值对抗和文化对抗呢 本台记者汪允邀请到前六四学院领袖 经济学者郑旭光和旅美学者吴作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那么从现在形势的发展来讲 就是中国方面他们的反应非常的迅速 对NBA的一种反应就是对他们的产品下架 而且节目停播 我想请教一下郑先生 你怎么看待中国政府的这种反应 是一种另类的长臂管辖吧 他要用他的这个市场的这种份额市场的这种经济力量 管制这个美国人的这种政治表态吗 尤其是这个香港问题 中国政府这个眼里的话是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 好 那么从莫雷这一次他的这种表现来讲 在中国方面做出反应之后 他很快删出了自己的推文 而且他还表示说通过这样一个事情 让他学习到了不同的看法 那我想请教一下吴先生 你怎么看待莫雷的这个反应 首先他第一反应是自己给自己的这样一个火箭队 给他公职的这样一个体系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这种麻烦是他始料未及的 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个过人的言论 他的上司现在也开始表态 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过人言论 不代表火箭队 但是中共刚才这个西方现在说的很好 中共他不这么认为 他是一方面他绑架中国人民 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 一个最大的蛋糕来诱惑全世界 然后他用这种力量 来延伸他的这种软实力 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NBA的负责人最早发表了一份声明 说对此表示遗憾 而且说莫雷的言论不代表NBA和火箭队 但是NBA的这种表态很快在美国的朝野引来了指责和不满 甚至有一些美国议员说要亲自和NBA的总裁谈一谈 那我想请教一下郑先生 你认为美国朝野这种激烈的反应原因是什么 这个牵扯到一个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面的一个变化 过去的时候是美国要把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是否给中国订单 是否和中国有经贸合作作为这个审议的一个必要条件的 那么现在反过来了 像当年的美国一样在要求美国人这边 如果说你不按照中共党国的意志 你不符合他的这种国家主义的要求 我不像他的这个要求低头 那么你就别想从我这个市场上赚钱 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的情况下 就是美国朝野应该说政界已经意识到了 中国动用这种经济量 对这个国际的这种政治秩序 还有这种整个普世价值观的一个威胁 那么像NBA的总裁肖华 他今天又跑出来说 要尊重球员和那个NBA工作人员的言论自由 不会钳制他们的言论 那么就看起来了NBA实际上他在前后 他是态度上有矛盾 有一些微妙的变化的 那我想请吴先生来分析一下 像NBA所代表的这种复杂的心态 现在就是这种价值追求和利益追求 美国的精英们必须要有所选择 他们内部或者是私下的 这个这个潜规则可能说别惹事 尽量别惹事 但是公开的时候 到了这个价值战争 在最高层次上进行一个 一个对折的时候 他必须要捍卫价值 所以现在整个的状态 就是一个价值战争 或者是人战之后 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 也是中美关系当中 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 现在从这个情况的发展来讲 肖华在今天的表态 似乎又让事情回到了原点 就他是强调言论自由的价值 强调美国的价值观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中国对NBA的制裁会继续吗 甚至会进一步扩大吗 我想请教一下郑先生 这个应该说不排除这种 继续和扩大 现在停止是不大可能 他一般会等事态过去以后 悄悄的再放开 但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只有持续或者激化 因为香港的这个事情 没有了局 他的这个还不仅仅是一个 简简单的言论自由的问题 在中美现在确实 有点增加对外盟 就是这种价值观是冲突的 过去的中方是隐忍的 现在他们也要针锋相对 刚才郑先生提到了 就是说现在实际上是 中美两国的一种价值观的冲突 而且像NBA的这个事件 它并不是单一的 像昨天又发生了中国封禁 美国的动画南方公园这样的事情 那我想请教一下 吴先生 这对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西方 特别是对美国的文化产品 出现敏感内容 或超红中国政府的 任何一件细节 它都要你把它删除干净 它都很难进入中国市场 其实我们看 好莱坞的很多的产品 它都已经有自律了 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趋势 另外它现在利用NBA 这样一个事件 它是已经开始煽动 国内的这样一个球迷们 爱中国红比爱霍建红还要重要 我知道国内有很多人 很喜欢看那个NBA 就是他就是NBA的球迷 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会可能发生 什么样的矛盾 这个这种它全面打压的话 老百姓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像当年听估过一样 它造成的冲突是明显的 还有网友讲的一句话 是非常有趣的 他说中美这个友谊 喜人于乒乓球 现在这种文化 这个联谊 甚至中美这个冲突 又因为这个篮球 造成了一个终结性的冲突 这个是有可能的 好 感谢两位先生提供的精彩点评 您刚才听到的是 本台记者王允 邀请经济学者郑旭光 和旅美学者吴作来 对火箭队总经理莫雷 支持香港的推文 而造成的中美紧张关系 所做的深入探讨 中国大专院下的学生 举报老师的现象实有耳闻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教授 孙武胡 近日在微信群的言论 被一名叫雷震宇的学生举报 并且移出了微信群 该事件引发了师生的热议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退休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孙武胡 上周五在微信圈发表了 被群主认为政治不正确的言论 遭到学生政治审查及高密事件 近日引发热议 微信公号 灰思不可的作者小灰 本周二发文称 看来现在大学老师就是越来越难做了 也越来越向工具化方向发展 只能说规定好的话 不能发表自己的个人观点了 不然就要被封号 甚至有可能被停止教学 如你们所见 昨天的两篇关于阿拉善沙漠的文章都删了 既然阿拉善不让提了 那我就不提了 继续聊别的 我想跟你们大家聊一个新鲜事 中央明珠大学的老师被学生给举报了 这成为中央明珠大学这两天的一个热门话题 呼和浩特前政治教师蒙古族辛纳 本周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她当年也曾目睹类似学生告发老师的事件 由于整个社会道德的滑坡以及官方现在鼓励学生告密 所以学校里头学生不尊重老师 举报老师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厉害 像我以前教政治就是 你稍微你说得过头马上有大小报告 这几年更是这样 这现在政治上抓得这么严 很多老师因为都下了岗 这就是中国收紧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教育战线 在微信截图中 有学生问孙武胡教授怎么对政治如此感兴趣 并提醒不要在不合十一的地方 说不合十一的话 还要求孙教授带头发挥正能量 不要给群主和群带来麻烦 对此孙武胡表示会引以为戒 但群主雷震雨举报孙教授 导致其微信封号一天 又将这位教授移出微信聊天群 此事激起千重浪 在新浪微博 众多网民发文声援孙武胡教授 批评雷震雨 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 士林奖学金出资人赵士林 周一发表声明称 最近学院发生了学生训斥老师 攻击老师的恶性事件 联想到很长时间以来 有学生对老师进行政治诽谤和政治告密 攻击改革开放宣扬极左主义 这是教育的奇耻大辱 是教育的最大失败 有见于此 我作为奖学金的出资者 特公开发表郑重声明 有下列表现的学生 绝不能享受士林奖学金 第一 不尊重老师 甚至对老师进行政治诽谤和政治告密的学生 第二 攻击改革开放宣扬极左主义的学生 请校院两方全校师生及社会各界监督执行 南京一中学教师朱女士对本台表示 中国的文字语在历朝历代均有发生 在专制之下知识分子往往要夹着尾巴做人 从古代到现代控制思想制造文字语因言获罪 治理社会的理念一脉相承 这就是专制 但历史也证明了 这种做法短时有效 长期无用 普世价值一定会如阳光一样照耀中华大地 南昌学者吴巧英对本台说 当下中国的文化制度没有创新 只是轮回 只有一党执政的话 永远都是这种轮回 政节永远都解不开 所以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永远就没完没了的 就像胡适说的 民主不是多少的问题 是有和没有的问题 网民罗友一元留言写道 要警惕有 但主要是防止左 农民三权有点疼 说极左的结果就是内斗 饥饿和死亡 支持赵教授 跑2019写道 现在大学老师 尤其是政治历史 都不敢讲什么 只能读课本 不知道谁的悲哀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 香港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 亚太报道 美中两国新一轮高级别官员谈判 将于本周四 也就是10月10号重启 美国商务部将海康威视等 28家中国公司列入了 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所谓实体名单 该名单进一步正在增加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华盛顿警告北京 如果香港出现不好的结局 那么会在政治上 让美中两国难以达成贸易协议 今天本台记者乔龙的另一篇报道 中美两国官员第13轮高级别经贸谈判本周四在华盛顿举行 白宫发言人格里沙姆周一表示 双方在过去几周 副部级沟通的基础上 进行新一轮谈判 谈判的主题包括 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 非关税壁垒 农业和相关规定的实施等问题 以此同时 继中国通信设备商华为之后 美商务部周一将 28家中国公安机关 和海康威视等公司 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名单 其中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公安机关 及其19个下属机构8家商业公司 包括海康威视 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科大讯飞 美亚博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和一新科创科技有限公司 上述公司被责令 未经许可不能向美国公司采购零部件和服务 当局称这些机构和公司 在新疆打压少数民族违反人权 是首次以人权为理由 施加出口管制 山东大学金融学者司令 本周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美方在美中高级别官员谈判前夕 做出限制中国在美公司的商业活动 明显是在对华施压 最近美国和中国在贸易谈判这个问题上 又出现紧张气氛 这个背景就是美国众议院启动了对特朗普的弹劾程序 无疑为特朗普在2020年寻求连任增加了变数 这也让北京看到了在谈判桌上 能够迫使美方让步的某种希望 所以说刘鹤敢于在前往华盛顿之前 就率先地代表中国政府表态 在一些关键性议题上 我们不会与美国政府谈 也就是说已经是带着某种 这个施压的姿态前往华盛顿 彭博社引述中方表示 他们并不想达成特朗普总统期望的广泛协议 而是想缩小谈判范围 负责本次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 告诉到访的美国官员 本次谈判将不包括中国工业改革和对企业的补贴政策 现旅居德国的蒙古族学者习海明 对本台表示 美国要求中国政府改变企业结构 停止补贴国有企业 以及取消贸易壁垒等根本问题 短期内难以解决 因此美中两国本周四在华盛顿的谈判 难以取得广泛协议 如今特朗普又将香港问题作为谈判筹码之一 令达成协议的难度增加 他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香港人非常优秀 希望香港问题得到人道解决 他还警告说 如果香港出现不好的结果 会在政治上让美中两国难以达成贸易协议 习海明认为特朗普的上述言论明显是向北京施压 而中国在购买农产品等消费领域 可能会做出新的让步 中国民间认为 美国贸易战的最终受害者是百姓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曾发生人吃人的广西武疑 当地网民李亚娟对本台说 中国官方新华社本周二报道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将率团访问华盛顿于10月10日至11日 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姆努钦 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中美第13轮贸易谈判还没有开始 媒体就传出 中国代表团可能会提前回国的消息 于是这本轮谈判的前景并不乐观 今天本台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为首的中国代表团 将于10月10日至11日 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吴努钦 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知情人士向南华早报透露 中国代表团计划缩短在华盛顿的停留时间 离开华盛顿的日期或许会从12号 提前到11号谈判结束之后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在接受采访时说 不会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 但是有可能达成正式休战 因为中美双方逐渐感受到贸易战的痛苦 美国方面似乎没有做出让步的迹象 人权问题也被美国考虑在贸易谈判的范围之内 特朗普在周一发出警告 中国如果以不人道的方式处理香港问题 贸易谈判会受到影响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也在周一宣布 将新疆公安厅 海康威视等28家机构 列入实体清单 这些机构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 才能够从美国公司购买零件 据彭博社报道 美国政府还可能会限制美国资本流入中国市场 特别是美国政府退休基金在中国的投资 同时 特朗普上周四公开要求 中国调查民主党级前副总统拜登的举动 可能会让贸易谈判的局势更加复杂化 本周一 白宫公布了本次贸易谈判 将要涉及的主要领域 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 知识产权 服务业 非关税壁垒 农业和相关规定的执行 彭博社引用匿名消息称 这次贸易谈判的话题范围显著缩小 而且刘鹤不打算在美国一致抱怨的 中国产业政策或者政府补贴方面做出承诺 自贸易谈判开启以来 尽管承担着经济增速降低 物价上涨等多方压力 中国一直为在美国关切的知识产权保护 经济结构改革方面做出实质性回应 反而拒绝建立打击知识产权盗窃的有效监督机制 并且加紧了公私合营 国进民退的进度 据华尔街日报今年1月的分析 国有企业再次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 是美国谈判代表的一大绊脚石 9月以来 马云 马化腾和柳传志 亦相继分别卸任法定代表人 中国共产党也向一批重点企业派驻政府事务代表 愈演愈烈的国进民退风潮也许会为贸易谈判增添困难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 华盛顿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曾经表示 要停用多次传出酷刑的新屋岭扣留中心 但立法会文件显示 政府在反修理一开始就已经获得立法会批准拨款 与新屋岭旁边的钢瓦浦建设一个综合性的反恐警察训练设施集中区 有新疆的人权组织相信 这个训练中心犹如新疆的政治在教育营 请听记者刘绍峰 乔龙和高峰的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年2月20日向立法会裁委会提交了文件 文件总目是所谓刑事证及社区发展 但耐人寻味的是 这份文件包括了一个钢瓦浦警察设施土地平整及基础建设工程 其后政府提供的补充文件 说明该地是专门用作反恐高级技术训练 文件解释 古洞北新发展区内 现有两幅用地正用作警察的炼拔厂和直升机瓶设施 另外在坟岭北新发展区内 有两幅用地原本预留用作重置 目前在坟岭分园的警察设施 把这些警察设施共置于同一用地 可释放新发展区内四幅用地 做其他更有效益的用途 并可提升警察的运作效率 究竟文件内这些语言不详的警察设施是什么呢? 根据政府在2016年提交的一份图则 可以看到有大量警车驾驶训练厂 试车厂 大型炼拔厂 直升机瓶 还有没有交代具体用法的枪械设施训练 多层训练大厦 警察训练设施 这份文件提交的时间非常巧合的 和2016年7月8日新疆兵团监狱管理局 访问香港警队的时间十分接近 实际上 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 也在2018年年底 率团到新疆视察反恐设施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指 当地反恐工作 值得香港作为参考 以制定反恐措施 记者星期二到钢瓦浦视察 目前是一片未经开发的荒地 山坡环绕 由铁丝网为封 告示牌写上 政府土地严禁青道废物 并标示有包括中国陆桥工程公司的标志 立法会议员欧诺轩和陈志全 曾追问相关详情 当时政府曾回应 特别行动训练设施 指的是一个专门用于反恐和其他专业行动的 高级战术培训设施 里面会有模拟真实城市环境的训练场 另外 政府会在那里放置水炮车 声波炮和武装装甲车 香港民间组织本土研究社 质疑有关基地是针对市民游行示威的公众活动 呼吁公众反对工程 研究社成员陈建青星期二对本台表示 警方在十一国庆对示威者使用实弹后 想了解警方的训练设施和环境 近日颁查过往的立法会文件 及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怀疑政府计划运用公堂 兴建板孔基地 成建青表示 综合可以看到 现在政府计划把很多不同的 尤其属于反恐类型设施 集中在某个区域很大规模的做 整个规模像维多利亚公园一样大 就在很大争议的新屋岭旁边 打算凭整一个山头 他认为现在公众比较关注 究竟现在香港是否需要反恐呢 究竟反恐是反本拉登 还是反一些普通市民的公众集会 游行示威呢 陈建青指出 由于平准工程项目 在新届东北的335亿港元的拨款内 因此没有太多人留意 项目在今年5月获拨款19亿元 预计11月动工展开平准工程 促请向公众交代详情 陈建青表示 这种规格的设计 不可能19亿就能兴建 应该是上百亿的工程 都要上立法会取得拨款 或经过审议过程 所以无论是议员或市民 要改变这种情况还有空间 因为这个庞大的反恐基地 是否这样用呢 而且这个反恐基地完全隔绝市区 怎么兴建也不知道 兴建之前 是否应该交代更多详情呢 政府发言人回应指 对于网上有传言称 政府计划在新屋领扣留中心旁 兴建反恐警察基地 有关传闻全属失实 根据立法会 今年2月27日的公务小组委员会报告 立法会议员欧诺轩和陈志全 曾在会议上要求政府当局提供 有关钢瓦浦高级战术训练中心的补充资料 欧诺轩向本台指 当天的会议上多次询问政府当局 但未获正面回应 议案已获得裁委会通过 欧诺轩表示 他和陈志全议员在会议上询问 政府官员究竟在高级战术训练中心 训练什么战术呢 他们一直不愿意透露 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很不负责任 每次谈到关于开战术训练中心用作什么 就说到时真的兴建的时候 保安局就会有交代 但从头到尾都不会看到保安局 有回答任何关于兴建战术训练中心的问题 也对于训练什么战术秘而不宣 哈斯克斯坦青年志愿者组织负责人别克杂体 看过香港警察设施工程研究的规划图后 认为有关训练中心和新疆载教育营很相似 香港正在展示的翻空营 我认为就是新疆的正在教育营 因为它不仅格局上跟在教育营一样 还都有警察车加设训练场 大坝场 停车场 连车场 警察训练场 训练实施 根据我们最近年一直跟政治在教育营 受害者无数次接触聊天的经验 我肯定香港正在建得 翻空营就是新疆的政治在教育营 北京官员多次表示 香港示威者的行为已非常接近恐怖主义行径 香港特区政府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遏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少芬 乔龙 高峰 香港报道 据南华早报报道 随着香港反送中抗议示威演变成反对一切 与中国大陆有关的事物 在香港的一些大陆人表示 他们的恐惧感开始与日俱增 但也有居住在香港的大陆人指出 如果说近来发生了港人对大陆人的敌对行为 那只是个别现象而不是普遍的现象 请听本台记者希望的报道 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星期二的报道说 在地方语言为广东语的香港 说普通话的一些大陆人表示 他们如今在公共场合时尽量保持沉默 甚至告诉孩子们在外边只说英文 以免成为攻击目标 一位化名为玛丽的35岁金融业人士叙述说 几周前 她与一位朋友在九龙用普通话交谈时 一位路过的年轻男子开始咒骂他们 并对他们说回到大陆去 玛丽表示 这件事使她震惊和生气 她不明白为什么在香港说普通话会成为罪过 报道说 在香港 大陆人的恐惧感上周日进一步加剧 因为一些抗议者把来自中国大陆的公司 作为了攻击目标 一家在望角的小米公司手机店被焚烧 长沙湾的一家 富林餐厅 湾仔区的一家 中国银行分店 以及太子港地铁站 都不同程度的遭受了破坏 这种攻击大陆人和破坏大陆公司建筑的事件 目前在香港是否很普遍 旅据香港的大陆人 柯尼女士表示 另一位旅据香港的大陆人朱女士也表示 实际上香港人攻击大陆人的事件很少见 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自香港主权1997年回归中国大陆以来 迄今已有150万大陆人生活在香港 这20年间 香港人和大陆人之间一直存在一定的摩擦 一些香港人也把旅居香港的大陆人 看作是对公共资源的负担 虽然过去在类似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前后 一些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还是持有正面的看法 但中国大陆接连发生类似毒奶粉事件 四川地震救灾基金腐败事件 以及香港书店老板被中国政府绑架消失的事件等丑闻 使得香港人对作为中国人的正面情感急剧下降 报道援引大陆办官方智库港澳研究会一位官员的话说 港人近来对大陆人敌意的增加 是香港整个社会不安全感的后果 而上海东亚研究所的香港问题专家何文指出 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情绪的增加 以及最近大陆庆祝建国70周年所举行的大阅兵等 进一步加剧了香港人的担忧 香港开放杂志的主编金中 就港人和大陆人之间目前存在的分歧和隔阂分析指出 这个是个别的现象 可能也会有 你比方说在公共场合 有大陆到香港的留学生 把香港人的贴在墙上的小字报 去把它撕掉 当然香港的大学生 年轻人他们就很愤怒嘛 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香港人的政治诉求 因此就有可能发生了一些冲突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今年8月份发布的一则调查发现 40%以上的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归属感很低或极低 南华早报的报道援引该研究所助理所长郑洪泰的话说 这个调查结果反映了港人令人震惊和担忧的反大陆情绪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华盛顿报道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引发了另外一系列隐藏的矛盾 其中包括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共香港势力 与本地资本家财团的矛盾 有评论就认为经过20年的隐忍 香港左派或将采取更为激烈的策略 今天本台记者石山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主要外围组织 香港工联会理事长吴秋北上个月中 在他个人脸书上发文 猛烈批判香港富商李嘉诚 指他在香港获得大量财富 但却呼吁对反送中的年轻人网开一面 是要继续垄断香港的财富 在他的脸书上还张贴了一张漫画 李嘉诚的头上被贴上了蟑螂王的字样 蟑螂是香港左派人士和部分香港警察 谩骂抗议者的代名词 香港工联会实际上是中共在香港 直接控制的外围组织 也是中共在香港的传统依靠对象 香港时事评论人士刘瑞绍说 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之后 中共倚众本地大资本家造成左派的嫉妒不满 香港的左派非常生气 因为中央要求不得在华资企业中搞工人运动 甚至他们投票还取消了工人的集体谈判权 后来几年右派工会职工盟会员大量增加 而左派的工联会势力减弱 这让他们非常不满 中共成立之初就在香港策动工人运动 早期省港大罢工和香港海员大罢工 都有中共的动员和组织 1967年香港左派大暴动 香港工联会是主要的行动组织 并由大批骨干成员被捕入狱 然而中共接掌香港之后 却主要依靠大资本家治理香港 但他们与左派工会之间的矛盾一直潜伏 1997年 中共有一个四资政策 即拉住英资 吸引外资 稳住华资 发展中资 这是许家屯在《回忆录》中说的 许家屯当时的一个主要的任务 就是统战所有的华人资本家 97之后 香港大量资本投入中国大陆 和中国经济增长关系极大 有数据显示 目前香港主要的大型房地产公司 其在中国的投资和资产 都占四成以上 香港资深媒体人承祥认为 香港左派激烈的声音 和中共本身政治经济政策向左转 有很大关系 中共认为应该对香港社会进行改造 以更加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 开始动手改造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 我们看到从批判李嘉诚开始 就已经把香港动乱的矛头指向 所谓极端的资本主义 他把香港一切社会动乱归根于资本主义 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香港实行极端的资本主义 老百姓买不起房子 结果鸡肋的社会怨气 就趁这个反送中条例爆发出来 上个月 中共政法委微信公众号 直接发文批判李嘉诚 认为香港地产霸权 导致了香港社会的不稳定 而李应该对此负有责任 香港公联会理事长吴秋北 本身就是一个毛派 他认为毛泽东 由开天创地之功 他的生日应该是中国人的圣诞节 承祥认为 北京政策左转 势必激发香港左派 与资本家的矛盾 并增加未来香港社会的不稳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时珊 香港报道 台湾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 发起儿童联农强称香港的活动 一群家长8号带着小娃娃们 拿着不要射杀小孩的标语 声援香港 今天门台记者黄春梅 发自台北的报道 今年小学六年级的自学生杨承云 看着香港的情况 非常担忧地问妈妈 台湾也会变成这样吗 妈妈充满忧心告诉他 台湾人继续无感 觉得那些都不干我的事 也许那样被统治的日子 也不会太远 当他知道有这个记者会 妈妈问他发言的意愿 杨承云当时想 一个小孩怎么可能会发言 妈妈告诉他 不要以为这些都不干你的事 面对恶意的政权 香港的小孩都已经不怕危险 但勇敢站出来了 我们更不应该沉默 我想说香港的事情 我也想过很多 应该没有那么难 所以我就决定来了 和杨承云一样 站出来声援香港的 还有今年就读台北市 中山女高的高三生 叶子宁 穿着制服的叶子宁 拿着手机说出自己的心声 亲眼见证民主的毁灭后 这种感觉还语记犹存 与他年纪相仿的学生 甚至是国中国小的学生 都站上了街头 他在书桌前读书的时候 香港的少儿们 在街上练就了一身 一分钟内就戴好 头盔 护目镜 防毒面具的功夫 叶子宁问 他们为什么要学这样呢 如今香港儿童人权已被漠视 儿童被监禁 被禁止与这样联系 更有可能被刑囚 香港警察正在践踏着 他们曾经最引以为要的东西 有些事实只有当下 自己才能做到的 所以我站出来 我戴起口罩 我参与游行 我为我自己支持的信念呼喊 几个月来不断在物资与行动上 协助香港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济南教会牧师黄春生 8日出席活动表示 今天看到香港已经无差别 对青少年跟儿童施暴 他呼吁台湾的教会以及朋友们 这不是香港自身的问题 而是普世价值的问题 这不是一场香港人独自面对的征战 而是良善以及邪恶极权的征战 希望大家不分国界族群 一起支持香港 社会失去了下一代 失去了孩子 我们就没有办法建立起 像天国一般那美好的世界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呼吁香港的政府 香港的警察 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用你们的爱 来爱护下一代 台湾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的 北区召集人林壮寅指出 一直以来 亲子共学的妈妈爸爸们都相信 自由 平等与民主 是这世界的普世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作为儿童权力合作缔约国家 应该谨守儿童权力公约 尽力保障儿童的生存与全面发展 使其免于恐惧剥削 虐待以及其他不良的影响 台湾人权促进会副秘书长 施亦祥提醒台湾政府 至少可以做到立即召开 跨部会协调会议 研议足以落实港澳条例 第十八条的具体制度与配套措施 才足以达到真正人道援助 因政治因素而治安全 以及自由遭受紧急危害的香港居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台湾的总统蔡英文8日上午出席玉山论坛开幕典礼 她与英文致欢迎词 包括加拿大前总理哈婆 印度大使梅农 美国国务院主管澳洲 新西兰及太平洋岛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及APEC资深官员孙小雅 还有白宫前发言人桑德斯 都到台湾参加了这个论坛 请听本台记者黄春梅 发自台北的另一篇报道 蔡英文周二上午 首先出席玉山论坛开幕典礼 蔡英文指出 今年是玉山论坛第三年 探讨南亚 东南亚 以及整个印太区域的进步和伙伴关系 她很高兴看到这个论坛 成为区域对话的重要平台 她也细数多个台湾 透过新南向政策 回应区域需求的案例 蔡英文提及 去年她谈到这个区域面临重大抉择 今年这个区域已经进入转型 台湾面临的兼具任务 是为世世代代打造一个安全 繁荣永续的世界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完成这一项任务 台湾有意愿 也有能力更积极参与区域伙伴关系 任何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努力 都不应该受阻于政治压力或私心的胁迫 中国企图孤立台湾的举措 只会阻碍区域的繁荣与稳定 首次来台的前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在玉山论坛的午宴上发表主题演说 他回忆 特朗普在上任前和台湾总统通电话 当时让很多媒体骚动 但是特朗普当然很清楚 美国和台湾的关系 他并不认为那通电话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也不在意外界的想法 桑德斯也指出 特朗普上任以来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但他也了解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而美国在亚洲有非常友好的盟友 拥有数十年深厚的友谊 特朗普也非常努力于强化这些关系 他在受访时指出 特朗普应会希望与明年台湾总统大选的胜选者 保持良好的关系 蔡英文随后针对台北市长柯文哲称 台北关系很好 没人否认 但是两岸关系是三十年最差 回应表示 蔡英文连任办公室周二推出一支 中华民国不分你我三十秒广告 中华民国不分你我 守护台湾需要你我 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一新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虽然蔡英文喊出中华民国 但是只是选票考量 她说蔡英文计小错为大错 击重难返 而且就算连任也不可能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 民进党已经被她带回到不归路 比陈水扁时代还严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台北报道 台湾驻加拿大代表处7号晚间 举行了双十国庆酒会 许多政府要员参加 场面热闹 驻加拿大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代表陈文怡 和加拿大专家学者都认为 加拿大与台湾有着共同的价值观 应该进一步深化关系 新天起者 刘飞的报道 10月7号晚间于沃泰华城堡酒店举行庆祝中华民国108年国庆酒会 出席贵宾包括加拿大联邦参议员吴兰海 联邦参议员马里洛斯麦克菲德兰 前加台国会有协会长唐布德里亚 前主管亚太事务部国务部长大卫乔高 学术企业和桥界友人约400人到场祝贺 场面盛大 驻加拿大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陈文怡表示 当加拿大想开拓更大的亚太市场时 台湾是很好的窗口 目前台湾是加拿大第13大贸易国 双方多个领域都有合作机会 例如加拿大北陆能源刚到台湾投资锋利发电 过去大半年不少人都在讨论面对强势 甚至霸凌姿态出现的中国 加拿大该如何因应 加拿大智库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所长布莱恩里克劳利表示 种种迹象显示示弱求全只会让事情更糟糕 过去因为迁就中国 加拿大和台湾关系总是低调处理 如今应该改变策略 要更强大的为台湾事务发生 勇敢展现加拿大价值观 例如公开地倡导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不让中国霸凌台湾 不让中国因孟晚舟事件霸凌加拿大 沃泰华大学专经台湾研究的教授史国梁也提到 现在是加拿大摆脱中国的虚幻梦想 拥抱和平民主台湾的时候 他说除了经贸交流 应该提高层次 多一点政治外交上的实质互动 我们双方的内阁部长应该要能互访 如果台湾的部长能到访加拿大 一如美国 日本等其他国家的部长来访一般 在外交上提高紧密度是非常好的事情 布莱恩 李克劳利和史国梁都提到 台湾是亚太安全部局上重要的锁链 当中国威胁普世价值和全球安全时 加拿大更应该正视台湾地位 况且1970年家中建交公报中 对于台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说法 是清楚载明 加拿大政府注意中国政府的立场 并不是因此替中国背书 所以深化与台湾的关系 加拿大不需要畏畏缩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 温哥华报导 追踪中国最新热点事件 习近平在中国的政治环境当中 确实应该说表演了一场非常怪 那么您是怎么看待北来河会议 对习近平的权力影响 深层解析背后原因 邀请专业学者和意见领袖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系会议主席 魏京生先生 军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 邀请华府智库对话中国创办人兼所长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建立博士 您好 和平 各位听众好 您可以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网站RFA.org 以及自由亚洲电台在Facebook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自由亚洲电台频道 同时收看收听 中国热评每周六与您不见不散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商务部星期一把28家中国公安机关 和协助当局监控新疆的中企列入了实体名单 他们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 不能够向美国企业购买零部件 美方表示 这些机构和企业参与了中国政府 对新疆穆斯林开展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这些被拉黑的中企包括海康威视 浙江大华等大型监控设备的供应商 商堂科技 矿石科技等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此外 新疆公安厅以及下属的19个县市公安局 也被列入了实体名单 美中贸易谈判负责人将于星期四重启磋商 而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 中国近期开展了一年多来最大规模的大豆采购行动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 仅在上个月的最后一周 中国买家就购买了150多万吨的美国大豆 而美国商务部的一份报告显示 今年8月份 中国购买了近15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包括9.45亿美元的大豆 创下了2018年以来的最高阅度额 香港高党法院的一名法官 星期二拒绝针对禁蒙面法下达禁止令 并表示他不能够立即断定该法是否违宪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个星期 引用港英时期的紧急法制定了禁蒙面法 禁止市民在参与公共活动的时候使用蒙面物品 香港民意调查所星期二公布的民调显示 近七成的受访者反对港府上个星期制定的禁蒙面法 而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评分也创下了新低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这次的亚太报道 这次的亚太报道